我们不能再重新讨论这些东西 所以 你们是想 让我从技术上来描述顶峰计划是吗 是啊 那好 我告诉你们 至少我这个项目组长 我还没有完成最关键的论证 再说了 要不要公开顶峰计划是经营层的事 我没有资格参加议检 这么说 你是为了维护陈总的意愿改变立场的 你们真是 太高估我了 我没什么立场 其实 我根本就是一个连 连基本判断能力都没有的人 坐哪儿 对不起 我还有我的工作 沈杰 您的消息可真快啊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那么说话 我想我是疯了 对 我就是不想干了 您爱怎么想怎么想我就是不想干了 沈杰 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好久不见 跟你好吗 挺好的 您怎么了 我说你们是彻底不顾及我的感受了是吧 董事会心慌了吧 系长 环雅被停牌 NBC公司本来就会产生疑虑 就算我不在背后点火 他们也会要求 环雅对标述内容进行实行的 对不对 你们董事会南方草包 你就是逼 也得逼到陈万里 把顶峰计划交出来 那我至少得喘口气吧 我现在变成自己查我自己 这麻烦你让我怎么解决 你把顶峰计划弄出来 然后拍屁股就走 他查个屁呀 你们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你们 是你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的确 这片混乱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无一挽回 来来来来 你怎么解决的 能不能发现 我以后 你们联系下车 我没有记住 我就是 banks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又不用你花钱 自当帮个忙喽 这是 有人觉得你挣钱太辛苦了 想帮帮你 这你就甭问了 收着吧 怎么着 人还嫌少啊 没有没有 徐助理 这招管用吗 回头 把录像的线路图 还有门金卡 往它抽屉里那么一放 齐活 一个干保洁的 能给监视器动手脚 这架不住 后边有人帮啊 对了 我做了这么多 是不是也该意思意思的 我叫于大叔 我徐征 那个引龙我想带着 让你给准备个红包就行了 放心吧 靠得住 好 好 你小子长派头了啊 屁事没做收了个小婚女 没有啊 收编了你的小弟啊 别这么说啊 我不认识他 你也知道 我这是没辙 好 这家伙啊 对你现在还有用 好好用 本次例会 我将向大家详细介绍 进程书泄密事件的全过程 之所以邀请各部门长 以及业务骨干参会 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引起 更多人的警戒与反思 在接受任命之后 我一直在想 进程书始终没有出过 总裁办的大门 那么他是怎么流失出去的呢 被人偷走的 那么又是谁 谁能够在高清广角摄像头 二十四小时的监控下 堂而皇之地潜入总裁办公室 窃取特A级机密 并全身而退 而且还不留下任何痕迹的呢 起初 我也是毫无头绪 但随后 我在二十六日晚上的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八点十三分和二十八分 监控器的画面上分别出现了两次 极为微弱 在视觉上几乎接近于平闪的间段 而其间的十五分钟画面 与先后的画面 存在着程度细微的色差 于是 我在检查了监视系统的配线箱 并发现配线箱 有明显被人动过手脚的痕迹之后 找到了答案 刑切者将监控系统的视频线 事先接在了一个陆友行政区空净的播出设备上 所以 在刑切者倒印进程书并全身而退的十五分钟之内 我们在监控室里所看到的画面 仅仅是一段录像 刑切者如此清澈熟入 这说明他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人 要想抓到这个人是谁 其实并不难 只要盯着那些 非法或者有非法行为的机构 因为刑切者这么做的目的 显然不是为了寻求刺激 果然 照这个思路扑下去 我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大家请看 这个人 是一家私募基金的业务经理 长期以不正当手段收买上市公司的商业情报 以便投机获利 而接下来这张照片 将为我们揭示我们公司里到底是谁 在跟他做交易 许经理 许经理还真有本事啊 你们谁都不会想到这个人 就是客服不协理 引龙 许长 猛八蛋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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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你保险柜的密码 是 谢谢这位同道中人让我金蝉脱鞘 比起我对沈杰做的一切 这远算不上为所 他先害我 我看见他活着 许多 你他妈妈问他 妈妈问他 许多 泄密事件调查出来了 我们是可以跟管理机构解释的 什么 我认为复派用不了太长时间 我知道还亚现在的处境 那我们也得随着局势的发展 调整自己的步骤 跟BC公司那儿的确需要解释 你老盯着顶峰计划干什么 如果到了那地步我会拿出来的 但你们不能逼我这么做 我是还亚的总裁 决策人 就这样 余正龙在环亚停牌问题上 山阴峰点鬼火 弄到APC公司 已经对我们提出不信任案了 其实真正要逼你拿出顶峰计划的人 就是他余正龙 这是一场属于你们的博弈 真不行 我也被卷掉了 让你受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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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哦 银银钢 回来了 陈总 亲爱班人处那边的问题呢 我都理顺了 这是我的工作报告 您看一下 好 我会尽快地安排你的职务 另外陈总 我还有一个问题 说 关于影龙的问题呢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里边有很多疑点 影龙曾经是我的部下 对啊 我对他很了解 外面协道事情呢 他是干过不少 但你说他筛查线路 对监制器做手脚 这种事情 他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他做不到 所以 银钢 你看 你跟徐峥呢 有些成见 所以你质疑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很不希望你一回来 就卷入到这人事斗争里去 陈总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好吧 就这样 我还得打几个电话 好吧 那我先走了 林总 林总 跟我说什么 大不了你说实话 我 我 我顶多是 翻翻拉气 套套口风什么的 我哪干得了那猴啊 我真的 我 我连个灯泡我都不会换 我干不了那猴啊 那你为什么说徐峥在葬你啊 他耍我 进程手是他头的 所有的过程我都看见了 沈杰 我都已经一五一十地跟你解释清楚了 为什么你就还 过去的事情就不能让它过去吗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 阿兰来找过我 他跟你说什么了 跟你的解释完全相反 沈杰 阿兰是个有异症的人 那你宁愿相信一个有异症的人 也不愿相信我吗 好 你说他怀孕堕胎 是在你回国之前 可这封信 这封信是你在进还亚之后发出去的 上面有邮戳 信上 信上是你在劝他堕胎 没 沈杰 沈杰你听我说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们做 我们烧 林刚 没事吧 林刚这事 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事和我有关系 我也想知道这个人 嘴里到底有几句真话啊 徐峥他就是个王八蛋 我以为我跟他说的一个事 他把我耍了 那你知不知道 他那幕后老板是谁 他只当着我的面 给一个人打过电话 我真不知道那幕后老板是谁 我要撒半句谎 我段子绝寸我 他怎么开的保险柜 怎么复印的 复印的时候 还打过一个电话 我看的都是真真切切的 你说这种事我还能怎么办 我是跟你撒谎了 可我跟你撒谎 是因为 是因为我在乎你 我要不在乎你 我跟你撒这谎干什么呀我 阿兰 阿兰他完全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吗 你说这种话 你说这种话 让我觉得你很卑鄙 你特里没错 他是很卑鄙 我早就跟你说过 沈杰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 沈杰你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那你告诉我 你让我怎么想 你告诉我你说 是不是在你眼里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件新衣服啊 你有了新的 就会把旧的给忘了 我真的没想到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冷酷 阿兰还了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这么冷酷呢 沈杰你听我说 他不一样 我跟阿兰 这两个人 他没有感情 他怎么能在一起 感情 你听见了吧 他提感情 你有感情吗 等你把我这件新衣服穿就了 你就会对别人说同样的话 我向你发誓我跟你不一样 我不再相信你 沈杰 我对你是真心的沈杰 你要相信我 你这是个感情的骗子 不是 我不会再相信你 沈杰 没错 你就是感情的骗子 你欺骗感情 利用感情 这就是你 就是你 你给我闭嘴 沈杰你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有理不在身高 你这是咎由自取 因为你戏演不尔 终究会落不下 这帮不蛋他就在演戏 他阴着呢 林总 你也吃过他亏吧 对 咱俩是一堆 把他那个幕后那老板 给他翻出来 那老板应该就是余正龙 你把他翻出来 你看那小的还怎么演 如果你说的情况都是真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下去的 是真的 你不信去问那保洁 是不是那人给过他钱 你这么说 只会让人觉着 是你想嫁过保洁 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作用 我真的是目睹了他 偷文件的全部过程 我怎么能知道 陈总保险柜的密码呢 当然是他了 他跟那个陈总那么近乎 沈杰 你听我解释 我跟阿兰之所以不面对面谈 我是怕他受刺激 要不然他 你真可笑你 你让他堕胎之后 你就怕他受刺激吧 傻的这儿废 沈杰 我说要不然咱们叫阿兰 一块做着面对面谈 我什么都不想谈 你以为你还骗得着吗 没干我说过这事跟你没关系 沈杰你不要管 我已经把这个面对女性 快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不知道林刚这事在想什么 我只知道我心疼得要命 你说你目睹了全过程 那你告诉我 许诚怎么进出大楼的 楼梯是没有监视器 但一楼大厅的前后门都有 我查过 没有被人走过手脚 而且我也看了监视器的录像 里边并没有许诚 你怎么解释 他走了之后我也觉得挺奇怪 你说他是怎么出来进去的 他走之后我就趴那个窗 拐脚的那窗 我就趴上去看他 没看见他出去 你经常进行政区吗 我是有那么几次 那怎么从来没有被金人机拍起来 那不是 咱那里边不是有那么多隔断吗 我是爬过去的 林总 我不容易啊 我每天在缝隙里爬来爬去的 跟王王似的 哪像的徐章 昂首挺胸的 他一点羞耻心的都没有 如果他进过大楼 他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不可能平地惩罚他 我上后行 都是你 还能给他 怎么认识我 没有 他怎么不愿意 我对他 看他 我真的不愿意 睡一样的睡 醒来后 向公司递交一份辞职报告 彻底走人 越远越好 我一直 都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不是吗 你想走是吗 越远越好 越远离是非越远 我最近 离是非太近了 可应该走的人是徐征 不是你 谁走都一样 走吧 你要真的想走我也不留你 可即便要走要走了明明白白 否则 你会不甘心的你知道吗 我约了阿兰 我约了阿兰 或许 我想给我的戏加码 也或许 我是真的想堕落 你会不会 我哪里 我没想到 你开门 你会不会 我开门 你快点 我开门 你快点 你快点 干什么 你快点 你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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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儿地痞混混 除了骗毒勒索之外 还存在着敲诈 偷窃 卖赃等违法行为 但经所里核实 当时他们跟冯小天的坠伤事件没有直接关系 他们当时正好在一家饭馆聚餐 这一点已经有多人证实 是这样 我们已经按照治安处罚条例对他们处以了不同程度的惩治 这次请你过来 一是回复调查结果 二也是代表所里对您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心表示专门的感谢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我真没骗你 姐 我真排下来了 我可以给你 你不要报警 你报警我就完了 我妈还会哭死的 姐 姐 姐 我真的没骗你 我给老真没人偷了 我骗你 我就家死去啊 放手 没错 不是 就是那小娘们 就是这娘们 害我蹲了好几天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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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нь顽都停牌有译 tá!? 别怕 别怕 好 好 你忙别的想好不好 没事 没事 你对阿兰出手还是真大方的 这点和你那好叔叔陈万里一个德行 怎么着 想起伤心事呢 陈叔出手比我阔啊 只是有些人不识抬卷 徐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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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么时候打嘴仗啊 又要当卧底 又要被女人纠缠 这小子不容易 说近点话啊 我呀 是不想看着你 整天在屁股后头拴个雷 抓紧点 早玩日早解脱 我录音了 都在你手机里 你说要拿那张银行卡去读隐龙的嘴 结果给了阿兰是不是 眼线真多呀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帮我别的想好不好 没事 NPC公司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尖锐 这份环境 你们打算怎么回复 我们没有义务去拿核心机密来证实标书中所提到的企业发展规划 许正 现在 黄亚制要是麻烦缠身 所以 不能跟NPC那么强硬 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 也许在目前的困境中 想要赢得竞标的话 唯一的可能就是 提前攻势顶峰计划 可这只会抢了敌人的心呢 许正 老师 我不希望你在这些事情上 拿你余叔叔当敌人 这是我必须做出的选择 搞成这种关系 你妈妈会怎么想 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必须顾忌 也许是我让你看到的幕后东西太多 让你误认为 商场就是冷酷的战场 这不对 这也不是我的本意 你要明白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比得上感情更珍贵 可这两者并不矛盾 你已经让沈杰很痛苦了 您都知道了 我不想评判谁对错 因为我知道 你不是个坚毅四千的孩子 我只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给你一些建议 不要因为他爱你 就认为他有义务为你分担一切 爱情是一种给予 而不是索取的借口 我以前曾经这么以为过 所以我现在后悔莫及 等爱人爱情都失去以后 才知道他是这么的珍贵 如果可以回头的话 我不惜抛弃一切 我只是 太想做到终于两全了 是 我理解 原谅我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跟您解释一切了 阿兰 沈杰为什么还不离开 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 坐得还不够好 坐得还不够好 没什么做不出的 敢也得把他赶走 现在必须马上立刻甩断包服 必须立刻去跟陈淑莲走 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 顶峰计划一旦被公使出去 就算没有我余正龙和尤里 也有一万个方法把他弄到手 这是报应的 这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 好不容易长上去了吧 没等我抛他就停牌了 你们公司就是我的上帝 这不是非逼着我做梁家父母吗 没错 只要你规规矩矩做人 他肯定就能复牌 等着吧 爸 爸 晚上呢 小明回来了 你也来了 今天在这吃饭 晚上帮我凑一根麻将 对 我也做好吃的 还有心思打麻将呢 我也得走 我就请了两个小时下 要在这儿 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晚了 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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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章呢 徐章呢 我怎么找不着他了 徐章去哪儿了 徐章怎么 怎么找不着他了 你把他还给我行不行 阿蕾 阿蕾 阿蕾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你先走 徐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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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蕾 徐章呢 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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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徐章抢走了 你还替我做主呀爸爸 是她是她抢她了 这是你闺女啊这是 阿蕾 我不是 什么乱去丫头的 是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回头给你解写阿蕾 快点 阿蕾 你别过来 你把徐章抢了 你再不要还我给他 你 我 这就是牙方发医生吧 丫头 你个徐章还给我 丫头别慌 我请王五娘娘 给你做准 你起来 阿蕾 阿蕾 你要干什么呀你啊 要不还给我 阿蕾 轻轻一点 阿蕾 你别过来 你别这样 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阿蕾 你先 把徐章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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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给你 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 我看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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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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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章徐 徐章徐你不要这样 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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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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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开 慢点开 咋回事 什么家是咋回事你 林经理 岗位定下来了吗 还没有 他走了之后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你说他是怎么出来进去的 他走之后我就趴那个窗 拐脚那窗 我就趴上去看他 没看见他出去 如果他进过大楼 咱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不可能平地蒸发他 来 董事会最近什么东西啊 他们要求陈总必须取得 NPC公司的租标 爽的 都是拴着一帮股份的大佬 召集也是正常的 我觉得 陈总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 就算他们拧呗也不太敢对着干 可能吧 经营上还得靠着陈总呢 人才 这几 说话 四 一 你平时用什么药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你平时用什么药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用不着 不许说不 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现在受骗的是我不是你 我想折腾我还想折腾呢 我只是 我告诉你我想杀人放火 我想我想摔牌子摔完 我想了好几天啊我 我只是想要折腾 现在已经不是谁跟谁的问题了 我告诉你 我很欺辱你明白吗 说谎的吃素的撒破的都冲着我来 我怎么就这么到人恨呀 平时梦里娜招貌斗狗过得那么滋润 我谈着恋爱 就飞在头齐乡连着路 我拼什么 你的要去哪儿啊 小宿舍 我跟你一对一面对面的解决 本来我不想撑的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可是现在 现在我改主意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这么没有尊严呀 你给我回来 我站住 站住 站住 我不想跟你谈 是你脚上门来的 你惹得我你躲什么 我现在不想扔你的行不行 你让我走行不行 不行 要不然 咱俩一块找徐章去 让他做回老爷来个二选一美死他行吗 我对他的感情跟你不一样 是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我没有他我会死的 你别那么没出息 沈姐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这副样子 我就在求你的行不行 你就算同情我也好 你可怜我也好 我有病 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次都没有放过 一颗鸭都不用吃的 我没有骗你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不会这样 我真的不会这样 那我一颗药都不用吃的 你多一颗药都不用看 你多潜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没有看到 你还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定要追他 你还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没个人 是我 我还在一起的时候 我又在一起的时候 你开始的时候 我还是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以 你还是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在一起的时候 我早就想撤了 何必 何必非要听这口气呢 沈杰 你走吧 沈杰 你走吧 别跑了 别让他跑了 关于对NPC公司那份回函 我们要证告他们 不要超越招标方的权力范围 我们还亚不可能 拿核心机密来做事情 就算我们以后愿意这样做 那也要等到股市复牌之后 这 是陈总的意见 只要拖到复牌之后 我们就能够随机应变了 否则永远被人牵着鼻子走 对于这样的回函 NPC那边 NPC的感受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很快就能反击了 这 我是徐峥 有 有一徐峥峰在打沈舰 你快来啊 先报警 我马上过来 徐峥